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示范如何解决iPhone连不上互联网的问题 如果您的手机也存在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这个视频将帮到你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你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接下来我分几个步骤来帮您处理这个问题 请您一定要认真仔细观看到最后 以免你没有看完没有办法连上 我这边一步步来教你如何恢复它 首先点开我们的设置 然后检查一下我们的网络 如果是你的网络这边没有连上 那我们可以点开这里 然后把你的WiFi密码给忽略了 忽略了然后重新输入 重新输入重新进入一遍 这是第一步 你试着如果这样能连上那就非常好 如果还连不上那我们就返回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然后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 WiFi有没有问题 检查一下我们的网速的问题 那我们测试一下 如果是互联网没有问题的话 你还是连不上 那我们就应该把手机重新关机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 或者把手机卡取出来 重新装入一遍 重新开机使用 这些办法都试过 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连上互联网 那最后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回到我们的设置 点开我们的通用 通用点开以后 找到我们的最后一项 传输或还原iPhone 先把手机备份 备份完之后我们点还原 还原之后你的手机就是新手机 你就重新一步一步的输入你的iPhone的ID 还有你的互联网密码 这样就能搞定 如果这些都 你还是连不上互联网 那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路由器 是不是路由器出问题 但是我们开始已经检查了 如果是第一步互联网出问题的话 我们刚才在那里 Internet查网数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了 所以上这些操作 保证100%你就能连上互联网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请评论器给我留言 也请你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希望我这个视频能帮到你